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医学博士我想要请教一下 其实人都会生病嘛 不管你是年纪小年纪大的 那到底人的疾病是从何而来的呢 谈到疾病呢 无外乎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那么外因呢 可以是比如说感染 辐射 空气污染 水 食品等等因素 那么内在呢 人体自我调节的不平衡 也会导致疾病 比如说自身免疫性疾病 还有一些 这呢主要跟个体的遗传易感性有关 谈到遗传呢 这是一个 现代来讲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 现代遗传分子学的进展呢 真是一日千里 就是造福于人类 疾病的治疗呢 达到了基因水平 但值得提到呢 是就是造血干细胞的 期待血 期待血造血干细胞的应用 自从1988年呢 法国第一例病例 到现在为止呢 保守的讲至少有三万例 就是造福于人类 其实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呢 得到了解决 所以其实人的疾病呢 有时候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而会造成疾病的 是的 期待血跟疾病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Jennifer 期待血呢 其实主要我们呢 是里面的这个干细胞 这个干细胞 我们人体当中有很多的来源 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的骨髓里面有啊 血液里面有啊 现在还发现什么脂肪啦 牙髓啦 脐带啦 这个羊水呀 胎盘这些都有干细胞的来源 对 那干细胞本来呢 在我们身体里面 就是起着一个修复的作用 比如说有的时候 你可能不小心切菜割破皮了 你的皮其实可能一两个礼拜 就长回来了 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们本身的血液干细胞 在帮我们做这个修复的动作 对 像婴儿也是一样 精子卵子结合形成 佩戴干细胞之后 形成我们这个婴儿 然后婴儿出生之后呢 他的身体里面一样的有血液干细胞 帮他担负着这个修复的工作 是 对 起带血呢 其实主要就是讲他的干细胞这个东西 那我们没发现起带血干细胞之前 我们大家都知道骨髓干细胞 对不对 对 骨髓干细胞以前就用作治疗 像这个白血病 他们必须化疗完以后 把你的这个免疫系统摧毁之后呢 需要重新建造免疫系统用的 但是因为骨髓干细胞 我们现在要想找配对 可能不是每一个人种都比较容易找到 对 那起带血的发现呢 在我们医学史上呢 就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因为它的来源比较容易 然后配对呢 要求也不像骨髓那么高 期待血用于治疗上的好处有 配对要求较低 再生能力强 期待血的造血干细胞含量比骨髓高 期待血解冻后即可使用 再生能力强 期待血排斥性低 且组织相容性较大 期待血可以取代骨髓移植 可治疗80多项疾病 80几种以上的治疗 那么准妈妈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80几种以上的治疗的 就可以痊愈的这样的方式 而想要把期待血储存起来呢 问一下Sharon 可能我是想给孩子买一个像保险一样的 万一因为孩子出生 那他一生的时间会遇到什么样的疾病 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作为他出生的那一刻 我作为妈妈可以给他什么样的保障 所以我觉得期待血里面的干细胞 应该是一种很重要的保障 您是在哪里知道期待血的 您是在网上research到的吗 还是其实你之前就已经听说过了 我是在网上看到 也有咨询我的医生 那也有去详细的又去了解过几家的资料 OK 所以这样在最后的决定之下 还是觉得要做一个干细胞的保留 这样的一个动作 是的 那经过了几家选择之后 OK 你为什么会选择某一家的期待血银行 可能我会关注第一就是说 这家期待血银行是不是有资质 第二是他已经做了有多久的时间 OK 是不是我可以信赖他 然后第三呢可能就是我会考虑到想去看看他的那个 是不是要存那么久的时间 到底能不能存那么久 中间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影响他的保存的质量 对 所以这些都是我比较关心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实准妈妈还是要做很多的study 对 对 有可能 其实因为就是为了宝宝嘛 宝宝一辈子只有一次 对不对 所以选到最好的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实呢 刚才薛人告诉了我们选择期待血是非常重要的 他也给了我们三个重点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在下一节的健康好ezy里面 我们要继续跟你讨论 到底期待血要从何取得 而期待血又应该要怎么样选择他的储存银行 为何要保留期待血呢 其实宝宝呢 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可以储存他的期待血 而储存期待血其实就像保险一样 因为期待血的储存可以治疗80几种以上的疾病 不过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储存期待血 先来请教一下Jennifer 其实期待血的保存 当然这些准妈妈们如果说 在医生诊所拿到这方面的资料 然后了解清楚期待血银行之后呢 选择好期待血公司之后 那他就跟期待血公司做这个登记注册 注册完以后期待血公司都会给他一个这个收集盒 所有的收集用品 都在这个盒子里面 有准妈妈自己在生产的时候呢 带上这个盒子到医院 然后呢 在这个通知妇产科医生 他就是要inform医生 我要保留期待血 或者我期待血 期待两样我都要留 那医生呢 在他接生的时候 就帮他做这个期待血的收集 不是护士来做收集 都是妇产科医师来亲自动手收集这个期待血的 对不对 可是其实我知道期待血收集到了之后 拿到期待血银行储存的那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对 现在国家规定呢 期待血只要在收集完 然后在72小时之内处理完毕都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有些公司可能更严谨一些 可能在48小时之内就处理完毕的啊 这些都有 对 就看每一家公司的作业 但是只要在72小时之内处理完毕 然后放到液态蛋的冷冻槽里面保存就可以 所以其实姚博士在您这么多接生经验当中 我相信拿到的期待血应该也不在不算少 是的 应该算蛮多的 我可以再深入的请教您一下 其实期待血 期待只不过就这一段吗 难道期待血是整个期待里面都是血吗 还是其实只有一小段 那起出来大概是多少cc 又有多少cc是可以用的呢 其实血液不仅存在在期待里 胎盘里面也有很丰富的血管 所以它的来源是很丰富的 就我而言呢 我都会如果祖妈妈们决定收取期待血的话 我都会帮他们收到至少有100毫升以上 我就是没有问题的 OK 最关键就是宝宝出生以后呢 就是减期待的时候多靠近宝宝那一边 多靠近宝宝那一边 这样就流出足够长的期待和足够长的期待血 可是那我还是要再请教 其实您对于期待血的储存又了解了多少 我知道它最常可以储存80年 也知道大概是从十几年前可能就开始储存了 OK 所以另外我有了解到现在不仅是可以存期待血 还可以存期待 所以其实那您知道的是 其实为什么要存期待血 帮小朋友做保险 是因为如果小朋友今天有免疫性上面的天生的疾病之话 可以救小朋友 还是您想要拿小朋友的期待解救全家人 我是有了解到除了有一些遗传类的疾病 可以用期待血去治疗之外 其实在未来如果有小孩子发生一些特殊的意外的情况 就非疾病类的可能也可以使用到 还有我有了解到就是基因相关的家族的这个 他的小孩子的兄弟姐妹之间 甚至父母 那只要是配对是可以的 也可以使用 所以这样Sharon的观念是对的吗 医师 其实如果期待血 小朋友不一定是小朋友可以用得到 其实小朋友的家人也有可能用得到这个期待血 如果配对成功的话 特别是他的兄弟姐妹这种配对的成功率比较高 100毫升的期待血 OK 如果今天真的是需要的话 到底可以就到小朋友 青少年还是到大人都可以用 其实这100毫升的血 它不仅限制的100毫升 因为它还是可以培养和再生的 OK 所以其实什么时候都可以用 对的 那保存时间就非常重要了 Jennifer Right 我要保存 我到底应该期待血可以保存到多久 难道真的所有的品质都不会有任何变化吗 现在医学的文献是这样讲的 它因为现在储存了最久的期待血 到今年去年底已经是27年 它的活性解冻之后没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现在医学界的文献上面是写说 期待血的保存是没有失效期 对所以可以永久迅存 所以现在也有很多公司推出一些终身的方案 就是终身储存的方案 你可以选终身的方案 然后宝宝也许活到100岁 你也只需要付这一笔钱 但是呢就是可以储存他的这个终身 是 所以那赶快又回来问到Sharon了 Sharon你选的是哪一个 因为其实可以选好多种 因为是要帮小孩买保险嘛 如果是我的小朋友的话 我当然会觉得 我买越久 保得越久 当然是对我自己的越好 您是保哪一种呢 我是保终身 OK 就是越久越好 那Jennifer 终身的意思其实是小朋友的终身 还是大人的终身 应该怎么算呢 小朋友的 当然因为这是保存的期待血 期待血完全是孩子的 所以是孩子的终身 OK 所以是孩子的终身 可是在孩子的终身当中 就是一辈子里面 只有孩子可以使用吗 还是到底有谁可以受贿呢 这个呢 就是刚才姚医师讲的 要看他的基因配对情况 当然孩子本人呢 是百分之百配对 就不会产生任何的排斥 是最好的 OK 特别是针对像我们现在 医学史上 现在已经开始 做了一些临床 像这个脑中风啊 婴儿型脑中风啊 自闭症啊 还有脑瘫的这个孩子呢 他们这个脑神经受损了之后 可以用他们小孩 自身的期待血干细胞 解冻之后 再施打回去到小孩身上 期待血医疗用途广 期待血含有丰富的 造血干细胞 临床上可用于 治疗白血病 淋巴癌 海洋性贫血 再生不良性贫血 严多糖症 及先天性免疫不全 或自体免疫疾病 先利用期待血临床试验 自闭症 脑瘫 先天性 脑中风 听力受损等 我们有这样的案例 就是孩子完全恢复的 本来医生已经判断小孩 不会再讲话了 但是呢 还好父母亲给孩子存了 这个期待血 后来就把他这个干细胞呢 在他不同的年纪的时候 打回去他身体里面 我们这个案子的话 他是在2.6个月大的时候 6个月大的时候 10个月大的时候 再把这个干细胞 注射回去他孩子身上 这个小女孩现在完全是正常人一样 真的 他本来是脑瘫吗 他是先天性的婴儿型脑中风 他右手右脚都不像我们正常孩子这样动 然后另外呢 专家医生就是经过诊断之后 已经判断这个小女孩将来长大之后 是不会讲话的 因为他等于是在子宫里面 就受脑神经就受损了 所以生下来以后 他妈妈就已经发现他的 这个动作不像他大的孩子那样子 因为小孩都会动来动去 那他这个女儿就不太正常 所以当时他已经叫医院给他做检查 但是呢 因为在生产完以后 在医院待的时间很短 后来再到专科 那里去做了诊断 才发现他是先天性的婴儿型脑中风 所以妈妈当时很绝望 想说这个女孩子生下来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怎么办 然后后来就上网呢 就查到说 现在有一些医院 是 医生呢 在做这些临床的实验 就是针对这一类的这个情况 然后他刚好呢 运气好 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流了 他女儿的期待血 他也流了他大的孩子的期待血 现在这个医生做的这个临床呢 当然他是希望是有小孩 自身的期待血 是最安全 他不会产生任何的排斥 所以就用了他自身的 当然兄弟姐妹之间呢 其待血呢 他的配对率 和我们骨髓相比较来讲的话 他有75%的机会 兄弟姐妹之间都匹配 能够用 OK 原因其实主要是因为呢 其待血干细胞 他比较不成熟 他的辨别能力不强 不像我们骨髓干细胞 都是从成人身上提取的 他就辨别能力相当强 是 所以兄弟姐妹之间呢 六个基因 六个基因完全相配的比例呢 兄弟姐妹之间其实只有25%的这个几率 但骨髓呢 他产生的排斥就非常的强 因为他还是能辨别对方基因 有跟他不同的地方 但是其待血因为他比较不成熟 所以呢 他没办法辨别 因此的话呢 其待血就比较容易接受 所以其待血我们基因上面 兄弟姐妹之间 如果六个基因当中只有四个配 我们甚至做过只有两个匹配的 都有一致成功的 OK 对 所以就增加了我们家人兄弟姐妹之间啊 和家人的这个配对率 所以刚才Jennifer告诉我们 其实其待血是有非常多的用途的 其待血呢 除了可以治疗先天性的脑中风之外 其实在骨髓里面的干细胞 还有其待血里面的干细胞 它是两个并不同的东西哦 在下一节的健康好意思里面 我们再继续告诉你 到底骨髓干细胞 还有其待干细胞有何不同 目前呢 其待血的干细胞 已经可以取代部分的骨髓干细胞了 其实刚才Jennifer已经告诉了 我们骨髓干细胞 还有其待血干细胞 它两个不同之处 可是我还是要再请教一下姚博士 其实骨髓干细胞 还是其待血干细胞 到底哪一个比较好 要这样来讲呢 其待血干细胞真的是有很多优势 比如说它比较容易取得 你存在库里想用的时候 拿出来就可以用 而骨髓干细胞呢 不可以 首先它受到限制 就是说捐赠者的 特别是雅医的捐赠人数有限 然后呢 它不能动存 要谁要捐赠的话 马上要用药 要等待 要至少五六个月的时间 这样呢 病人可能就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机 而且呢 排斥的机会要比 其待血干细胞要高得多 OK 那Jennifer 其实我很想知道的 就是 其实很多人想要用骨髓捐赠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 没有什么 其待血储存 可能比较先进的时候 才会有多一点 其待血储存 那需要这些治疗的时候 你当然是要到骨髓的 那个配对银行 去取这些 去取这些干细胞出来 来帮助我们自身 那对美国来说 亚裔的储存率 是高还是低呢 骨髓是没有办法预先保存的 现在骨髓就是说 有可能 现在有一些Bone marrow的Drive的时候呢 你可能可以想要去捐赠的人呢 你可以去做这个捐赠 它捐赠呢 比较简单 现在更简单 像以前需要抽血液 验你的基因 现在只要靠唾液 就可以测你的这个基因 然后当然你如果身体状况适合的话呢 把你的这个基因的结果 就放在它这个Bone marrow registry的 这个registry里面 然后提供给各大医院呢 来找配对 如果有病人生病了 那他从他当中去看看 有没有六个基因 六个相配的这个捐赠者 如果有 这个时候才联络这个捐赠者 然后再给他吃药 然后做他的这个干细胞的生长 再到医院里面配合 去做这个骨髓的这个抽取 所以骨髓是没有预先保存的 你不是说你想用 也许找到配对 你立刻就可以取出来做移植的 哇 所以其实骨髓 你要拿骨髓里面的干细胞 是非常艰苦的 应该这么说吧 是的 因为都已经成人了 然后你first of all 你要先找到配对 而且刚刚您提到的是 六个基因都要完全 对不对 可是奇代学也不需要吧 奇代学也不需要 我们奇代学做过 六个基因当只有两个匹配的 也有移植成功的 所以它几率来讲的话呢 就非常的高 就又高了非常多 能够找到配对的几率 非常高 听了这么多句后 准妈妈 有没有觉得上了好大的一堂课 对是的 有没有觉得奇代学又有多了一份保障 对 我还真不知道奇代学和这个 奇代学的干细胞和骨髓干细胞 有这么大的区别 真的是两位专家刚才讲了以后 我才了解到 而且可能从我最简单的想法就是 这个奇代学是我孩子的一部分 那当然它用起来会很方便 而且是存在那里的 有需要就马上用 而不需要去求别人 对 可能以前我们看过很多新闻啊 报道啊 需要发动全社会去捐这个 才可以来匹配 可是我刚才听过 我就觉得这样会很安心的 有这样的保障 至少我觉得是一个安心的作用 因为安心呢 才可以让一个小宝宝 健健康康的长大 而安心呢 也可以让一个准妈咪 顺顺利利的把这个小宝宝产下来 而且是顺顺利的把小宝宝抚养成人 最后一个问题要请教 Jennifer还有就是医生的是 刚刚我们提到了 其实先天性的脑中风 对不对 刚刚Jennifer提到 难道先天性的脑中风 真的是在肚子里面 是没有办法查出来的吗 先天性的脑中风 那要看什么原因导致的 如果是遗传性的原因 那么比如说染色体的遗偿 可能还容易一些 如果是由于比如说宫内缺氧啊 有一些环境因素啊 有的时候是不容易查出来的 比如说发现小孩比平常的小 那他到底会不会脑瘫呢 那只有出生以后才知道 所以其实先天性的脑中风 并不一定是在妈妈怀孕的时候 就可以被查出来的 有时候先天性的脑中风 是因为外在的因素 而导致了小朋友们 他们有先天性的脑中风 而其实只有其他血呢 可以慢慢的把这些小朋友们 变回成一个正常人 非常感谢请您收看今天的健康好easy 健康有理 easy之心 拜拜